真是不容易啊 这死存家 是啊 喂 你在立宅吗 彤彤一直很乖的 不过要继续 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就在立宅门口 你中某答应给我把卷杆 我想当面感谢她一下 你跟丽伯母说一下吧 我只想表示我的感谢 好 那你等一下 好嘞 彤彤 不过我告诉你啊 伯母 是啊 是相军打来的电话 他说就在门口 他想当面感谢仲某 答应为伯父捐肝 不许去 仲某救的是他自己的父亲 跟相军一点关系都没有 让他赶快走 伯母 我知道你们都对对方 心存芥笛 但相军主动过来 我觉得这是消除 之前误会的好机会啊 仲某 不管你原不原谅他 你先听听他的想法也是好的呀 我说过了 不许去 伯母 他们之间是兄弟 早晚有一天要相认的 伯母 伯母 你以为我允许你在这里吃饭 你就可以在这里指手画脚了吗 我 我说过了 不许去 我跟你去 伯母 伯母 你快站住 伯母 对不住了 伯母 谢谢您愿意出来见我 您想说什么 听说丽伯母已经出院了 他现在恢复得怎么样 恢复得挺好的 只需要进行休养 对了 伯父怎么样了 还不错 现在医生正在给他调养身体 很快就可以做手术了 那就好 谢谢你做出这个决定 我本来都已经绝望了 因为这次 我会永远失去他 要谢你就谢我的家人吧 是他们让我做出的这个决定 之前我们之间 有太多的误会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留着同样的血 你选择救他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以后 还有和解的机会 救人是一回事 和解是另外一回事 你想一笑敏恩仇 抱歉 我现在还做不到 可是我知道 他愿意用生命 来换你叫他一声罢 周某 别逼我 给我一点时间 相军 可能是以前我做的事情 太过分了 到现在 他还不肯原谅我和我爸 这几天我都很担心 这几天我都很担心 我本来以为我爸 再也没有机会了 立姐 该吃饭了 替我找个人 贴身跟着梧桐 立姐想查什么 我想知道 他和相军到底是什么关系 显示莫名其妙地冒出来 大官司争夺抚养权 然后相军做他的辩护律师 再后来 为他注资创美 相军好像是对这个女人认真了 我不能低估他 立姐是想查 吴小姐和相军有没有 是的 如果他们之间有奸情 我要证据 我觉得吴小姐 不是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 也不像很有心计的人啊 你不懂 真正可怕的人 就是让你看起来 最温顺 最善良的人 周某是我的儿子 我太了解他了 能让他动心的女人 本来就不简单 现在居然让他住进了公寓